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天津队的母亲也是 所以说这个途径就比较方便了 所以就开始了我的足球的生涯 球员性格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点 如果你能够和别人不一样 其实在球场上你的球的各种风格 也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觉得这是足球的一部分 首先这当然是一个竞技比赛 但其次它是一个秀 但是这两者之间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年少成名的谢辉 曾是中国足坛中个性鲜明的球员代表 也是中国第一批流洋的球员 并且在足球超发达的德国得以联赛中 收获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归国后的谢辉最希望的 就是能将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感 带回家乡上海 在这片中国足球最前沿的地带 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兴奋力量 当时我们出去踢球其实是很困难 因为我知道中国足球在历来 都是不被认可的 特别是在像德国这样的足球 特发达的地区 立足而且能够做些什么 确实也更少 都是屈指可数 我觉得是像我们这一波能出去过的 或者是有这样的带回来这种理念的 不要把我们看作什么从阳没外的一批 把我们标签贴在我头上 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 我还有这一点 这是个博来品 希望能很多的这种理念也好 经验也好 或者怎么样 能够带给中国足球一些更多的东西 2009年谢辉正式退役 他脱下战衣拾起交边 从球场上走到球场边 这样身份的转变 在谢辉看来其实没有本质的改变 几年间 谢辉交过梯队 带过博哨 2015年 他辗转来到了上海上岗足球俱乐部 担任助理教练一职 虽然都在场地上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 但是同样有一个感觉 就是对足球的一种热爱 我觉得这个是 这是不变的 所以说 仍旧有这样的激情 有些时候站在场边 有时候进球了以后 这种庆祝动作和以前 踢球的时候是一样的 上海 是中国足球的发达城市 这从今年的全运会 上海足球包揽了 全部足球项目冠军 以及本赛季中超联赛 异军突起的上海上岗 在三条战线 撼动了广州恒大的霸主地位 即可看出 而作为一座 常年拥有多只 中国顶级联赛球队的城市 这里的得比氛围 也分外浓郁 这对于土生土长 在这里的谢辉来说 体会深刻 而身处于这样的足球环境中 对他来说 是挑战 更是机遇 首先 我们是一支非常有能量的一支球队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是一个有正能量的球队 其实我说的 很多我们在上岗能做到的事情 不是每个俱乐部可以做到的 我们的主教练是 百分之一千的负责值 这个是一句话 是一个sentence 但是你要真正执行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 所以说这就是一种海派文化 就是我们说 以前我们走偏的很多球队 他有那样那样的这种弯路 走那么多弯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些不同的声音 然后就有很多阻力阻碍 这是我们的 我觉得上海是有这样的 就有这样的这个能力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所谓的这个 去行政法 这是我们 这上海足球最好的一点 就是我们国际法 我们更能够包容接纳 一些这个先进的理念 和先进的做法 足球是博来品 这个城市恰恰是最好的一个舞台 去来个呈现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 从不管从90年代 在初期到现在 上海一直是足球这个前沿的一块阵地 应该是非常独特的 本身这个城市就有得比历史 我们从2000年初 我们就有上海 这个当时的中远和生花 现在呢 可能生花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 现在呢 上涨现在相对来说 走得稍微好一些 但是这个城市 你可以看到每一次到 不管是到鸿口 还到那个我们的主场 像这个上海体育场 这个青少年也好 这个中年也好 老年也好 大家都非常喜欢去谈论 到足球 要上青少年培养的这种基地 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些宝藏 一些这个财富 这个还孕育出上海这么 很多的这个文化 这种足球文化 不管是恒大呀 也是走得很结实 因为很多年前 他们已经聚集了很多 好的球员 再加上那么多年的这个经验 我们能够一下子能够 其实今年是很多战线上 都跟他有 现在差不多是 如果联赛和这个亚冠 是属于一半一半的话 我们是淘汰很大的 再加上杯赛 我们是进入决赛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是五五开 应该甚至还占一点优势 因为三个这个锦标里面 我们还有两个在战线 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去把这个好的形势延续下去 这也是不容易的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端 一年两年三年 我们一直在往前走 一直在进步 成绩一直在往上拔 是不是能够保持住 是不是能够再往上走 或者是是不是能够迎来一个 像恒大这样的一个统治性的时代 这都是个问号 但是我相信 我每个人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 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 能跟博阿斯能够这样的合作 或者是能够跟着他 能够学很多东西 所以说今天我就没有去延续 我的这个职业教练证书 明年可能是一个机会 一直要脚踏实地 非常的有自己的定位也好 或者是 但是也有自己的野心 这也是很平衡的一天 今天做到这个成绩 受到这个经验效果也好 明年我看看是不是有那个机会 去往上走 或者是能够更好的去 在俱乐部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